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乐剧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盆乐剧 这个笋长得非常快 非常粗壮 而且它已经冒出了花苞 但是它现在的生长状态不是很好 因为它这个花苞比较瘦小 那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它生长得更好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花苞非常瘦小 像这种花苞它开出的话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修剪掉 减少养分消耗 让养分回流到极株 能让极株生长得更加粗壮 我们先把这个花苞把它修剪掉 还有这个笋芽我们也要把它打顶掉 为了整个株形更加圆满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打顶掉 预计它往上生长 这样的话看起来整个株形就比较好看 给它修剪完之后就是给它施肥 想要它长得更加倦壮的话 当然是少不了施肥 如果养分不足想要它长得好 那也是不可能的 单靠这个土羊里面的养分是不够的给它追肥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养分充足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塑酵复合肥 它释放的养分比较快 给叶剧需用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叶剧呢 它是喜欢大水大肥的一种植物 只要养分充足了 它就生长得飞快 阿西利把它撒到盆土边缘止渴 经过浇水之后呢 它就会快速的释放出养分 能让这个叶剧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让它快速生长 因为现在每天几乎都会下矣 而且是正矣 那么我们养护的话 以过后一定要给它喷洒一些 这个带生猛心给它预防各种病种害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